我看機器可以上嗎 這個很危險耶 那個熊哥我們套這邊一點點 我覺得那邊有個凹槽 那個也可以上 非常的滑 非常的滑 中啊 怎麼樣 怎麼樣 都可以進得去嗎 來啦 真的嗎 是 你抓到什麼東西 你就這樣抓到 抓到一隻 他不會咬人喔 不會 我覺得他剛剛我就嚇一跳 他講話我都不知道是真的假 來來來 小心小心 好長喔 好長 好大一條蛇喔 真的 觀眾 海蛇 加油 台灣得盡 而初衷在外面 有大量魔鬼戰略上來 那裡是雅伯出人的禁忌 人家還是難以到達 來 八點 魔鬼洞有消息 這個喔 真的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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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辛萬苦才找到願意帶領 我們湧闖魔鬼洞的人 看來這套魔鬼行應該沒那麼簡單 蘭嶼 這座由火山爆發後形成的島嶼 火塵沿經過長期的分化 與海水沖石 形成許多奇特的地形 在這裡隨处可見奇言怪石 但魔鬼洞究竟位於何處呢 這次有把這個蘭嶼的 所有達人都挖出來了 算是一個 蘭嶼達人聯盟 要出海的 開船的就厲害了 潛水有潛水教練 對不對 然後呢 要捕飛魚有捕飛魚的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呢 海蛇洞 海蛇洞 你知道海蛇洞在哪裡 我不知道哪裡 它知道 你有看過海蛇嗎 沒有看過 太好了 等一下呢 海蛇洞在這邊 因為船都非常難靠近 但是呢 經過禱告之後 我們今天算是比較風平浪靜 我們快要靠近這洞口了 待會我們要注意什麼 說嘛 注意就是安全 我們接著下去的時候 大家一定跟一個下去 一個一個下去 那船是慢慢的靠近對不對 要用跳的吧 要用跳的 不是跳到海裡喔 用飛嘛 用飛比較好一點嘛 原來這魔鬼洞 指的就是海蛇大本營 中霸更是少數到過海蛇洞的人 踏出海蛇洞平常難以到達 今天更是風不平浪不靜 讓我們的行程更是難上加難 這要非常靠這個船長 他本身的技術了 因為這是我們在澎湖 去一個所謂的天堂島 我們要登島的時候 它那個船頭 一定要去撞那個嬌岩 但這艘船前面沒有放輪胎 所以相對有非常非常的 技巧性跟危險性 然後我們跳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因為上面的那個嬌岩 你不要看它還是很滑 中霸巴是第一名勇士 各位觀眾 浪實在是太大了 船只能慢慢的逼近 沒有岸江的地方 用跳船的方式登陸 中霸阿老馬仕途率先示範 如何從船上跳到 崎嶇南行的礁岩上 中霸阿加油 有... 這個... 這個機器可以上嗎 這個很危險耶 好 沿看中霸克大偉哥陸續登陸之後呢 接著就準備換我上場啦 哎呀 你們看看這一波又一波的大浪 這也太...太...太折騰人了吧 那個熊哥 我們靠這邊一點點 我覺得那邊有一個 有一個凹槽那個女的背上 有一個凹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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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地滑 非常地滑 各位別以為跳完船就沒事了 接下來才是難關的開始 還得扛著攝影器材 慢慢爬過這會摔死人的 超滑膠岩區 大家注意安全 真的是又要防上又要防下 而且你知道嗎 每一步我們都要踩穩 因為這全部都是膠岩 這個摔下去不得了 滑上也不得了 注意特別小心 抓吧 怎麼樣 洞可以進得去嗎 可以 可以進得去喔 可以啦 感覺上很難耶 這是一個小縫耶 來啦來啦 真的嗎 可以 你抓到什麼東西 啊 你抓到什麼東西我看一下 好 他抓到了他抓到了 他抓到了 你就這樣抓到喔 抓到一隻 他乖咬人喔 不會 不覺得他不然我就會嚇一跳 他講話我都不知道剩人家 來 小心 好長喔 好大一條蛇喔 各位觀眾海蛇 海蛇 這什麼蛇 這條呢是典型的 擴帶青斑海蛇 擴帶青斑海蛇 對 它是擴尾蛇科的 蘭嶼四種海蛇呢 這個都是擴尾蛇科的 攻擊性很低 非常的低 還是會 當然如果說你弄痛它了 或者是你它受到 氣下過度的話 有可能會有繁咬的機能 但是以我的經驗來講 我抓五百條 大概只有一兩條會有這種機能 真的啊 對 所以它非常非常 攻擊性很低 有牙齒嗎 有 但是它毒牙呢 大概只有零點三多分左右 等一下 你剛剛講是 前面加一個毒牙 它毒牙 所以它是有毒牙 所有的海蛇幾乎都有毒 我們要不要離開啊 太急了 沒有血清 什麼 這毒海蛇沒有血清 說真的為何要找 這危險性這麼高 速度又那麼讓人 措手不及的海蛇呢 我覺得欣賞潮池裡 可愛含捷的水中生物 其實也不賴啊 水位現在到哪裡 大概到這邊 如果攝影機進去的話 有風險 到這邊耶 對 而且它這個是底下 我不知道它底下的地形嗎 對 所以大概講小溝度 真的搞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你跟中拔講說 它如果游過來的水池 把它引導到這次來 好的 好不好 那攝影師你待會兒就不要進去了 好不好 在門口我們拍一下 好 觀眾朋友 我們還是要注意安全嘛 來 中拔小心一點喔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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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講嗎 大尾哥這個是不一樣的吧 這個比較是藍色的啊 噢 你們被它顏色喔 所欺騙的喔 但是它跟剛剛上一條 是一模一樣的 這條是年輕的小蛇 如果說我抓尾巴 它會翻上來咬我嗎 不會不會不會 那我抓看看 你手可以放 好 你另外手可以放 不用怕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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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它比較容易緊張喔 藍魚曾經有被咬 兩個被咬的個案喔 但是都感覺好像被蚊子叮一下而已 因為它已經不知道怎麼去放毒了 對啦 就是說以前困過了 然後講到重量 他們是陸地上的蛇 演化成海蛇的 噢 然後他們還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們也可以用他們皮膚下去去洗 噢 真的喔 對 我真的要出來 他們自己來遇人 他們好勇敢喔 不要啦 我的鞋子等下跑進去 真的會咬我啦 真的要比較大啊 我知道你們很喜歡把繩放我旁邊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現在是練鬆結棍就對了 爸爸 你不要這樣子 爸爸 太頑皮了喔 太頑皮了喔 你這樣沒有檳榔可以吃喔 你看 他自己 自己歪一歪 自己被嚇到 鳥鳥咬你喔 其實拿酒之後 大人跟我覺得也沒有到那麼可怕了 對 了解到他的習性之後 我們就覺得說 其實動物比較怕人 我們應該是打擾他的環境了 我們不要去驚嚇他 是 對不對 那你們當地人也會吃這個東西嗎 是 不吃喔 這樣很好 這個我們待會節目拍完 你看我還是有點緊張 因為他剛剛 你剛剛笑 他好像變得挺無倫次 我說等一下你拍完之後 我們還是把它放回他的 海蛇洞 好不好 讓他去他該去的地方 OK 為了要呈現 蘭嶼海蛇天堂的珍貴畫面 老實說我們可是拼了老命 冒險與海搏鬥 有心無險的來到這裡 盡量保持鎮定的態度 記錄這真實的一面給大家看 大緯哥再次強調 要我別擔心 雖然蘭嶼海蛇很有劇都 但是個性真的很溫馴 完全顛覆了我們 對陸地毒蛇的想像 雖然目前我們受限於 惡劣的海礦 蛇洞內並沒有完全的退潮 但在中拔的帶領之下 大家才得以鑽進洞內一探 蛇窟的真實面貌 中拔表示 蘭嶼海蛇並未完全進化 所以還是需要靠淡水 來補充水分 而這裡的洞口 正好是淡海交界的 絕佳地理位置 我們才可以陸續看到 二三十隻海蛇 盤踞在各處的驚人奇景 進入完自然生態的奇特奧妙 我們悄悄地離去 也還給海蛇 一個寧靜的生活環境 等一下 海蛇 下一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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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畢了 完畢了 你看看這鞋子救了我 這鞋子為什麼不能進去呢 因為那鞋子會跑進去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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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之大 無奇不由 富爾摩薩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 疊病